新年通常少不了萝卜糕,但是黄金萝卜饼有没有试过呢? 首先,将白萝卜削皮,洗干净,削丝。 将削好的萝卜,加上加勒排鸡粉和水,让萝卜饼更加美味。 再加盐,煮10分钟,将萝卜煮至透明,再倒入大盆里,隔去水分,等它变凉。 留下萝卜水,将好使净软,切粒。 冬菇呢,都要净软,切丝,海米净软。 准备好材料,等萝卜凉透后,就可以加入好使,海米,冬菇,葱花,糖和胡椒粉,及其他调味料,将它们拌匀。 然后将糯米粉和粘米粉倒入刚才的材料里,加一杯拌萝卜水,拌匀变成粉浆状。 现在就可以煎了,烧热锅,倒一汤匙油,倒少许粉浆进去,煎至圆形,好像一块饼一样,煎至两面金黄,就好了。 那么,吃的时候可以沾XO酱或者辣椒酱,就更美味了。 黄金萝卜饼,试一下吧。